大家好,我是美食多 YouTube魂金三小时 如果是我的铁粉,请给我一个like 第一次看我的视频,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like 肝脏是身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 在皇帝内境中,把肝脏比为将军之官 把肝脏比为人体中刺杀风云的大将军 如果我们肝脏已长,则身体疾病就会增加 肝脏是人体内一个非常重要的脏器 肝脏的功能是非常复杂的 它大概会有1500多种生理的功能 它在人体里面和人的各种生活活动都有密切的相关 比如蛋白质的合成,脂肪的代谢,糖的代谢 维生素药物和毒物的代谢 以及胆汁的分泌都是和肝脏养关系的 肝脏对蛋白质可以进行合成和分解 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蛋白质 都是需要在肝脏中合成的 特别是酶 这些酶跟人体的生理活动是密切相关的 酶的合成和代谢当中 肝脏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人的肝脏给脂肪的代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糖代谢也是这样 糖在肝脏里面会转化成脂肪 转化成蛋白质 所以说蛋白质、脂肪和糖 在肝脏里面可以根据人体的需要任意来转化 另外这种维生素的代谢 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维生素在肠道里面吸收 以及在肝脏里面的代谢储存 都是和肝脏密切相关的 另外还有激素 激素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种物质 它对人体的生命活动 也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这也是要在肝脏里面进行代谢的 除此之外 还有药物也需要在肝脏里面进行代谢 还有毒物有毒的东西 到了肝脏里面会进行代谢 变成了对人体无害的东西进行处理 另外还有就是胆汁 胆汁是胆细胞来分泌的 包括胆汁酸的合成等等 都是和肝脏密切的相关 当我们的肝脏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以下四个表现 这是肝脏发出案的求救信号 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 以免加重肝脏的水伤甚至变成肝癌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 当肝脏出现问题的时候 会有以下的症状 脸上长痘痘 很多人都认为 长痘痘是青春期代表着年轻 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 其实当你过了青春期的时候 脸上还是会出现痘痘 比如痘痘不间断的长 这就说明我们的肝脏 读书堆积的太多了 特别是一些不归饮食的人 或者是长期喝酒进长而夜的人 都会逐走我们肝脏正常的排度 那么身体就会处于一个体内内分泌失调的情况 就会出现长痘痘的情况 二 鼻子发红 当我们的肝脏生病的时候 内分泌就会失调 荷尔蒙就会随着发生变化 然后毛血管扣张 鼻子就会出现发红的情况 由于肝脏出现了病变 酒精在体内的分解速度会缓慢 但在喝酒的时候 酒精会残留在我们的体内 鼻子上的毛血管就会受到影响 鼻子就会出现变红的情况 所以当鼻子出现变红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警惕了 三 体重上升 由于肝脏的毒素没有及时排出的话 那么就会影响我们的消耗功能 毒素储存在脂肪的细胞中 那么就会引起堆积在我们的腹部 再不喜欢运动的话 那么脂肪就不能很好的正常代谢 我们的体重 自然就会上升 四 指甲状态 一般健康的指甲 都是指甲色泽粉红 如果是放在阳光下的话 手指上下一动 那么默的指甲 表面就会出现闪样的反射 这是表明 你的身体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 体内的一些机关功能 也是非常正常的 当我们的指甲 挖表凸起了一线 或者是下外线中 中医认为干主经 指甲是经的一部分 当我们体内毒素堆积太多的时候 指甲就会出现这种信号 所以说千万不要忽视了 以下的五种食物 建议最好不要吃 否则会加重肝脏的毒素 1. 甜食 甜食大部分只知道 常吃甜食会容易让我们的体重增加 其实它还会影响肝脏的健康 又快些肝脏的疾病 如果我们吃糖过多 生育的部分就会转回脂肪 储存在肝脏中 造成肝脏的代谢负担 同时脂肪堆积会造成肥胖 而肥胖又是众多疾病之源 2. 葵花子 葵花子中还有不饱和脂肪酸 多吃会消耗体内大量的胆解 可是脂肪较容易的积存在肝脏 影响肝脏的功能 3. 喝酒 多喝酒会伤肝 相信大家都知道 因为酒的主要成分是乙醇 它们对肝脏都有直接的损害作用 使肝细胞发生变性和坏死 4. 辛辣食物 终于认为心多伤肝 过时辣的食物 会引起肺气偏肾 而克发肝脏 由于肝脏血主经 辣的东西吃多了 会导致肩的弹性降低 血倒不了指甲 就会易脆易裂 因此常出现头一目血 气色五滑 树模糊等肝血虚症 就因少吃点辣椒 以下这三种食物 常吃可以护肝 生血解毒 1. 酥脂油 常吃酥脂油 可以排血毒 预防脂肪肝 酥脂油泛优质的脂肪酸 亚麻酸 可以在人体内代谢成DHA和EPA DHA就不用说了 胜脑黄金 给大脑补充营养 滋养大脑的健康 EPA就被称为青道夫 可以降低血脂 维护新血管的健康 尤其擅长清除血液的毒素 有助于促进体内脂肪的代谢 能将干用酸脂代谢 转移出血液 具有清除血管内脂肪垃圾的作用 还具有保肝排毒 预防脂肪肝肝性症的功能 二 红枣 有实验表明 每天给肝功能差的人喝红枣水 持续一周可以达到养护肝脏 助行肝脏解毒排毒的效果 三 苦菊根 用苦菊根茶泡水 可以加速肝蟹胞的修复 保肝护肝 苦菊根为药食量用的植物 发生多种的营养物质 通过降低肝脏引心浮眉 以及黄飘领 洋化眉火性 从而发挥综合调节尿酸 及腹部脂肪堆积的作用 可加速凌脂合成胆解存在 进而加速细胞的修复速度 保肝护肝的效果显著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制作饰饼不易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 对您有帮助的话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别忘记点赞收藏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